2020唯一辯論會登場韓國瑜先離後兵 借第一階段聲論槍先發起攻勢 但是我知道中華民國要萬歲 要先做好我們的經濟轉型 中華民國要萬歲 就要堅守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人民關心的不是總統會不會用膝蓋走路 人民關心的是總統會不會遇到中國 膝蓋就挺不住 警告綠營明明也附入交流 卻隻子不提有賣台疑慮 小英反擊之餘 不忘拿韓國瑜等網紅節目片段多酸幾句 但回應自家購弊卻說得很無力 連余天都這樣子說了 你不敢講 是新潮流在執政 我們蔡英文總統被架空了 一個字都不敢說 太可怕了 謝謝韓市長 你剛才的那一番談話 聽起來好像江湖上的武俠小說的內容 我告訴你 總統是我 隔壁是我任命的 宮廷的政治的這種熱愛 所想像出來的這些派系的問題 充分地顯示出來 你對民族政治跟政黨政治的不了解 無視韓國瑜需為元首指控 小英把戰場延伸再提網軍 似乎忘了消失快一個月的卡神 還沒適宜 我也要想問一下 曾永全也有借給你網軍過 請問那個網軍在哪裡呢 楊慧如 楊網軍 扮演上帝的角色 逼死了外交官 你為什麼一個字不說呢 不要說曾永全的網軍沒借給我 他連襪子跟衣服都沒有借給我過 沒有特徵組的必要 而特徵組是一個 我們剛才講在馬王政爭的時代 變成是一個東廠 以你們的監察委員陳思夢先生 像是老虎一樣 連法官都約談 連檢察官都約談 我當上總統 立刻重啟特徵組 我來查辦民進黨這執政 幾年的貪污 無視自稱 半藍不半律的陳思夢 霸凌司法尊嚴 小英以廢特徵組抵抗韓國瑜的堅定重啟 政策議題大方向 蔡涵在一來一往攻防間說明願景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